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為大家推介一個歐大所舉辦的樓宇質量檢測证書課程, 開關的期是10月28日, 如果想知道如何檢驗流水問題, 僭建,甚至是渠管如何接駁才不會出現衛生或傳染病問題, 可以讀兼讀班。 而且他們開了一個專業的驗樓協會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加入詳細資訊 就放在下面的描述欄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繼續同大家跟進一下 這一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事件 有些資訊找了回來就一齊看看 讓大家知道這一個以巴衝突到底是打什麼 找了些資料,到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為何仇恨是可以長達過百年呢? 原來歷史上猶太人在二戰時期被納粹迫害後 發起了一個行動就是返回祖先土地建國的猶太復國運動 意圖移居去到巴勒斯坦地區 但是巴勒斯坦的首都耶路撒冷 同時是基督教、伊斯坦教和猶太教的聖地 地位至關重要 而且這一個地區亦都有眾多阿拉伯人 國際同情猶太人的情況之下 聯合國成立之後第一個執行計劃就是協助猶太人復國 聯合國通過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 巴勒斯坦人可以保有45%領土 其他55%領土就必須分割給猶太人 以色列跟著就在1948年正式建國 巴勒斯坦地區被迫讓出家園的阿拉伯原居民 只能逃到加薩地區、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這些地方 而巴勒斯坦的民眾非常之不滿 最終在阿拉伯其他國家的支援底下 由利巴勒斯坦利亞、伊拉克、埃及、約旦所組成的阿拉伯聯盟 在1948年對以色列發起第一次以巴戰爭 第一次以巴戰爭入面 以色列成功守住兼且反擊 而且後續好多次的以巴戰爭入面 它都是佔上風的 簽訂了停戰協議之後 反而以色列的領土陸續增加 令巴勒斯坦建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經過這麼多次失敗之後 很多阿拉伯國家慢慢放棄幫助巴勒斯坦人建國 這個想法 亦都是令巴勒斯坦人轉去尋求和一些比較激進的組織 去做一個合作 這幾日可能大家都經常聽到 有一個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 就叫哈馬斯 這個哈馬斯到底是一個什麼組織來的? 巴勒斯坦人現在最主要的合作對象就是哈馬斯組織 是伊斯蘭體抗運動的一個宿舍 是一個集合了宗教、政治、軍事的混合組織 它旗下擁有自己的準軍事武裝 被國際體造恐怖組織 亦都是現在加薩走廊自治政府裏面的主要領導團體 自從哈馬斯管理加薩走廊之後 以色列就對它實施很嚴格的物資封鎖持續了16年 它是完全摧毀當地的經濟民生 令到不少巴勒斯坦人離開了加薩 外界甚至乎叫加薩地區 是做一個露天監獄 而且當地人口是有50%失業的 亦都是因為以色列的政策 這個物資封鎖間接造成的 而以色列限制物資的策略 加深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仇恨 所以雙方是有一個很深的世仇仇恨在 還有為何這次特集 外界會叫做熟聚日戰爭2.0 原來熟聚日對於猶太人來說 是一年之中最神聖最莊重的日子 熟聚日這一日以色列是處於全國放假狀態 這些虔誠的猶太教徒 和一般的猶太教徒都會進行禁食 禁用武器、電子設備等等 道路交通都會停止 好多士兵都會在這一日回家過節 所以熟聚日這一日會是以色列一年入面 戰爭預備最脆弱的狀態 歷史上熟聚日戰爭發生在1973年10月6日 同時亦都是第四次的以巴戰爭 而埃及和敘利亞分別攻擊以色列所佔領的西內半島和哥蘭高地 戰爭第一個星期由敘利亞聯盟佔上風之後 戰況急轉直下 雖然戰況逆轉了 但是對於阿拉伯林來說 都是可以見到一個戰勝的希望 而當時以色列的軍事情報部門判斷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爆發 再加上埃及刻意製造假情報和消息 令到以色列掉以輕心 而他們的軍事情報部門認為 敘利亞只有在埃及加入的情況下才會參戰 而埃及只有在蘇聯武器到達的情況下才會開戰 而哈馬斯這次的特集 剛好就是熟聚日戰爭50周年 而今次的戰爭 以色列同樣都是被人打到措手不及 是受到哈馬斯大規模特集 根據媒體報道 哈馬斯不斷釋放還未做好戰爭準備的假消息 令到以色列當局認為哈馬斯演習影片 不斷去做軍事演習 10月7日猶太教節日西哈托拉節 哈馬斯趁以色列在這麼開心的氣氛下 在清神發動攻擊 以色列一場戶外的音樂節是被哈馬斯突襲 整班人是走得都走 部分民眾是被人捉了做人質 當地傳出來那裡至少死了260個人 而根據最新消息報道 以色列軍方現在宣佈已經重新控制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的社區 和亦都講道對加沙地帶實施全面圍堵 以色列軍隊9號宣佈已經奪回哈馬斯武裝分子 所滲透的加沙走廊周邊社區還說所有戰鬥已經終止 但是還未完全驅逐以色列境內的哈馬斯分子 但是在這一個時候 以色列軍方同時亦都講到另一個訊息出來 就說他們在10月9號派遣部隊 又要去應對可能由黎巴嫩潛入來的人員 而當地一家電視台講到有2個疑似滲透的人 在這個衝突裏被人開槍打死 即是說除了巴勒斯坦之外 黎巴嫩亦都是有一些人士 是想在這場戰爭裏混水摸魚 不過其實之前都講過了 你如果只想靠哈馬斯去贏到這場戰爭 可以講得上是天荒野譚 因爲以色列就已經集結了10萬大軍短時間 而且在補給、支援、各方面 哈馬斯、巴勒斯坦那邊 跟以色列是完全無得比的 本來那個地方都已經是窮的了 再加上炮聲一響黃金萬兩 有多少錢是可以支持得到這一個戰爭繼續打下去 因爲理論上來講 這一個尾巴衝突應該很快就會有結果的了 今集同大家睇了一睇 這一個事件的起源、來龍去脈、有什麼細手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